來看一下那個206題 這一題的話真的是比較簡單一些 因為這一題的話主要是要合併 第一季到第四季的報表 其實在工作裡面還蠻常會遇到資料的合併跟分割 其實不外乎就是把多季、四季合併成一年的報表 甚至是十二個月合併成一年的報表 有沒有年報表 然後甚至還有可能分不同的時間 可能一下資料要分一下資料要合 那如果說你不能快速的把它分分合合 你要做報表就很麻煩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它其實就是利用 Isair裡面有一個叫合併會算功能 可以把四季的資料合併在一個工作表裡面 那當然如果理論上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大部分 像合併會算這個功能 我是覺得可以用 但是我覺得還是沒那麼好用 所以理論上還是寫程式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建議啦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那麼來看一下這個 題目說明是說 這個公司的會計人員 他登入公司的那個什麼 銷貨成本跟一頁成本 然後老闆想要知道每個月的總成本 然後平均啊 合計啊 標準差 然後需要怎麼樣 匯整第一季到第四季的金額 然後顯示每個月的金額做比較 他想要做比較 不過如果做比較的話 我覺得視覺的話應該會更清楚 你們一到四季畫個圖 老闆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如果你給他報表 可能還要再看半天 最好畫圖會更清楚 但這一題題目沒有要畫圖 第三類才有畫圖 OK 所以以後你們要思考 如何把那個資料做